2020年,对于中国电影行业从业者而言颇不寻常 因为疫情的原因,电影行业经历了近半年的停摆 终于在7月16日等来了重启的消息 7月20日,记者来到南宁市民族影城 市场部副经理马空武向记者介绍 影城停业将近半年,接到复工消息时仿佛就像过年 因为在半年的时间里,工作人员看着 昔日人来人往的售票大厅变得冷清 内心着急,却也没有办法 在这段比较困难的时间,我们就找了一些增加收入的方法 我们就在我们的楼下收买我们的爆米花,零食饮料 然后在线上做了很多线上活动 包括一些预售圈的一些优惠 让观众可以先采购一批圈,先放着 然后等到我们复工的时候回来使用 然后这一批圈也是做了比较大的优惠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观众来购买 在影城复工如火如荼的浪潮中 做好观影日常防疫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马空武介绍,复工后影城除了做好日常的扫码 测体温,消沙工作外,线下也不再售票 同时在影厅内也设置了间隔提示 我们在影厅里面设置了一米间隔的这一个提示 然后还有在线上我们已经在系统里提前设置好了锁座 然后停止售卖一部分的座位 让观众在线上购票的时候已经是分开好的 据了解,此次电影行业复工 拍片场次会有所减少 播放的影片也以复印影片为主 在拍片方面的话 因为有这个通知的要求 是不能超过原来的一半 所以呢我们在拍片方面 这个拍片量会比往常的减少一部分 然后目前的一些影片主要是一些复印影片 像是之前比较火的哪吒 还有流浪地球 下落特烦恼这一些 先作为第一批影片播放 然后影片会在之后陆续上映 谈记对影城复工后的西纪 马空无坦言 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疫情早日过去 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观众可以重返影院 体验电影带来的美好